政府就版權制度下如何處理棄訪作品 上星期六在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行第一次的公眾諮詢 大約有80名來自不同界別的市民參加討論 知識產權處副處長梁嘉麗為政府提出的三個方案做進一步的解話 為何棄訪不是易創的?為何不是易次創作?為何是棄訪? 即是重複都有這件事提出 其實在我們的諮詢文件裏面都有提到 即是易次創作這個概念其實是不清晰的 而棄訪為何我們會選擇棄訪? 因為棄訪這個字我們現在已經看到 是其他的司法管轄區已經在用在他們的法例裏面 而譬如美國它用一般公平使用的條文 它有一些案例它都是用棄訪的 如果在香港我們要去決定一個法律的情況的時候 變成可以參考這些外國的案例 所以我們覺得用棄訪會比較清晰 二次創作關注組代表阿玲表明立場 只完全不能夠接受Funding的方案一 而方案三是三個方案裏面最理想的一個 並且重申不是完全想推倒條例 我們很難接受一個所謂Funding的方案 我們很難接受 第二和第三個方案 第三個方案我們覺得是比較理想的 但是 都有很多細節的地方是需要斟酌的 我們其實反而是想清楚地立一條 大家都好的一條版權法 所以如果局方能夠出一條 即是足夠保障到 即既保障到我們二次創作的朋友 也都保障到版權持有人的一條條例 其實大家是開心的 市民普遍也都有不同的意見 大多數是指政府不能夠清晰地定義 也有人指如果法例未能通過 將會大大影響香港的創意工業 你們說想將這個條例寫得很清楚 但是你自己都說 棄訪和二次創作是很難分得清楚 不清不楚有什麼好處呢? 凡是支持政府的改途 就屬於棄訪豁免的 凡是反對政府的改途 就屬於二次創作是要告的 如果這個法例通過不了 對香港的新一代 是非常之 或者對香港的經濟 是有嚴重的損害的 為什麼呢? 你看美國 工業沒有了 它都是靠電影出口 靠歌曲出口 如果你的創作被人侵權 在沒有保護之下 你不要說出口 你自己生活都沒得 你是靠創作 生活 你都沒有一元可以收入 第二場的諮詢會 將會在9月22號上午11點 在香港文化中心舉行 有興趣想參加的市民 可以去知識產權署的網頁 留意有關的詳情 在9月6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